我今天要來控告李全教 那還有他的主持人李旭 還有林傳媒的辛啟松記者 那李全教跟辛啟松的報導 指出我這個無端 無端來涉入他人家庭 破壞他人家庭 那我想我這種指控 我覺得真的是很荒謬 那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指控 那我想這件事情從頭到尾 確實是很可笑 先提到說今天中午李全教動員 一些大媽們來我付出抗議 那這群大媽每個人都戴口罩都蒙面 然後問他們說 他們說他們來為 所謂的這個事件中的受害的當事女性 被破壞婚姻的當事女性來爭取公道 可是問題是 我們請問他當事女性在哪 你有跟當事人的女性有聯繫嗎 他們都說不知個所以然 那只會一段不斷的這個噴口水 潑髒水 那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其實這個所謂的當事人林女 已經委託林太良律師 已經提出親自的親筆的簽名的聲明 那他的聲明就很明確的指出說 這個新啟松林傳媒的報導 沒有所言絕非他所言 他確實是有接到新啟松的電話 可是他拒絕了新啟松的採訪 所以於是新啟松所有的報導 新聞裡面所說的林女所說的 全部都是杜撰 那所以這邊報導 其實這邊報導也嚴重了 妨礙了林女跟他孩子 有這個帶來很大的困擾 那所以林女決定提出一個聲明 然後也不排除提出告訴 那我今天特地來控告李全教 跟陳立旭跟新啟松 當然是李全教 他透過這個所謂的抹黑三部曲 先透過這個證件發表會 事由事務的提出這個指控我 介入人家家庭 再來再透過這個林傳媒 這個所謂的無良記者的配合 那杜撰出寫出一篇 我介入人家家庭的這樣的新聞報導 那第三部曲就是把林傳媒的報導 用文宣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愛家愛戶去發 成為要試圖影響我選舉的這個工具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試圖 要使我不當選了 也別拜託 再三郎 從手上都是從頭到尾 中文宣傳媒的 水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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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